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乙科顾问医生李子良医生和我们讲解一下 李医生 你好 黄学姐 你好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香港有多少小朋友有关节炎这个毛病 我们没有一个确认的统计 但是相信每2000个小朋友 会有一个小朋友会有幼齡突发性关节炎 那说成人那种关节炎其实都分很多种类 小朋友的分类是不是都一样 是的 幼齡突发性关节炎是一个统称来的 其实下面再分7种 包括就是与雷峰湿因子阳性和雷峰湿因子的多关节炎 幼齡突发性关节炎 还有四个关节以下的小关节炎的幼齡突发性关节炎 还有一个叫全身型的幼齡突发性关节炎 银舌病幼齡突发性关节炎 而在中国人比较多的就是一种叫乙腹着点炎症相关的关节炎 其实讲这么多种分类 他们的成因是不是都一样的呢 其实大部分关节炎的成因我们都未确实知道 但是就相信和遗传因素和一些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那讲环境因素是环境的清洁还是说有一些微生物令到它有影响 我们相信关节炎是和一些小朋友之前感染了一些微生物 可以是病毒或者是细菌之后就引发了关节炎 我们相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感染了细菌之后 免疫系统就想杀了细菌 但是杀完细菌之后 免疫系统将我们关节的一部分当成细菌 继续攻击 就一直延续下去有一个持续的发炎 那讲环境的微生物或者病毒 其实又未知那个原因 那是不是真的避无可避呢 可以这么说了 不过也都不用这么灰心 因为只要你及早诊断 一样可以控制得好的关节炎 李医生有时小朋友去玩跌跌撞撞 弄伤了就叫痛了 但是怎样才知道他们是有个幼年的突发性关节炎 关节炎那种痛呢 它那种有些特性的 包括就是说那个关节除了痛 它会肿的 它会摸下去有些气的 还有早上起床有一种叫神僵 就是早上起床有僵硬僵痛的现象 那这些就是关节炎的情况 还有那些痛是会持续的 可以是多个几个星期以上的 那说起小朋友患了这个病 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的同事过节日就去看过 15岁的劳同学 这日由妈妈陪同去医院复诊 上次复诊到现在 你那些关节是怎样的 他五年前开始出现幼年突发性关节炎的病症 某一次起床他就说我脚很痛 下不了床 走不了 那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不肯上学 初初想起小孩子扭手 他不喜欢上学 或者逃避考试测验 但我都坚持要他上学的 那我就跟着他出了门口之后 我就偷偷地跟着他看他怎样走 结果平时我们是常人 五至八分钟就走回到学校 但他早上回学那段时间 你走了很久 起码半个小时 走下又停下又停下又停下 那就不像是真的假扮 跟我做 跟着手出来 这个病其中一个最大的困扰 就是关节痛 令到活动不方便 所以很多运动都只是有份看 没有份参与 别人上体育堂我坐在一边 没得上体育堂 连拿个球拍下 阿sir都骂 因为你不穿体育衫 或者你已经家长签了 你不可以上体育堂了 那就看着别人玩 因为体育堂 其实正常来说 小孩子很开心 可以舒展一下筋骨 但他就上不了 是坐在一边 每一次都 连体育衫都没得换 坐在那里看着别人玩 病发头一年 蚕出病因 劳同学只能以止痛药 舒缓关节的痛楚 后来确诊为幼年突发性关节炎之后 透过药物治疗和定期复诊 病情才受控 活动能力也慢慢提升 正常的运动 他都可以接受 但他就自己会镜住镜住 我都会告诉他 如果你太过累 比如暴躁那些 你是太过劳累的 或者你认为是太激烈的运动 你就会告诉别人 保护自己 因为身体是你的 痛不痛 或者动不动 是你的 那么说劳同学的情况 都算是迟了医治 因为他分辨不了病征 其实一直拖着拖着 最严重不医的话 会不会去到骨肤呢 会的 因为这是一个发炎的严症来的 如果那个滑膜发炎 你受不了控制的话 他一直会吃到软骨 最后软骨吃到骨那里 当他吃了骨 就会造成永久性的骨的破坏 最严重的就是骨肤 那讲医治的方法是怎样的 主要的医治我们分为药物性和非药物性的 非药物性就包括物理治疗 职业治疗那里要配合的 而药物性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 一种就是止痛的成分 因为它有骨痛的嘛 但是最主要控制的病 就是要控制的发炎 而我们因应发炎的程度 就会用不同的药 最轻微的发炎 我们有一些叫思炎止痛药 有止痛和思炎的作用 如果病情是严重一点的 我们有一些叫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 一半的小朋友用了这些药 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是还有一半呢 就算你用了这些治疗 它都会持续 都会有破坏 那现在来说呢 我们有一些新的药物叫做生物制剂 就可以将这个发炎更加有的控制 而大部分的小朋友用了这些治疗 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但是讲一些譬如衣骨和风湿药 很多时候很多病人都会担心有那个副作用的 那新药的副作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那个生物制剂来说呢 最主要我们都会和家长讲 有两个可能的副作用 一个就是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一个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那暂时我们所知的数字是不高的 那所以来说我们都会和家长讲 那个病情是真的恶化到某个地步 才好用的 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 我们用我们一些基本的治疗去帮它先 那今集呢 很多谢李医生的讲解 今集时间够了 下集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